浴管處人員驚喜發現一隻黃猴雕現身速度飛快 有黃色閃電支撐的他到底要去哪 原來他發現獵物火速飛奔向前 而浴管處人員再度親眼見證黃猴雕身體小卻力量大的特性 看著山腔一步步被拉上山坡 而黃猴雕眼看搬不動還會試著瞧角度 直到最後放棄不躲起來 獵捕近時畫面超震撼 來看看浴管處人員的說法 黃猴雕是獵捕山腔的殺手 是我國三級保育類野生動物 這回在浴山國家公園塔塔加園區罕見現身蹤跡 浴管處人員記錄下這難得的一刻 同時印證黃猴雕特殊的進食方式 也提醒民眾如果有發生類似情形 千萬不要上前干擾影響大自然的一環 我想要發生的一趟 或許可信 甚至 隨著